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系列震撼全球的重磅新闻 首先,朝鲜半岛局势骤然升温 朝鲜疑似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紧接着,罗乌战场传来惊人消息 双方似乎都已难以支撑 最新行动究竟会如何影响战局走向 和平曙光是否即将出现 随后,我们将揭开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惊人内幕 习近平亲信李希 疑似准备大动干戈 蔡奇和王沪宁的地盘恐将遭受清洗 这场血雨腥风的权力角逐 又将如何影响中国政局 最后,美国政坛在线戏剧性一幕 川普以独特方式回应拜登的垃圾言论 竟坐进垃圾车拍照造势 这场总统级的垃圾大战背后又有何深意?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四,我是李小宇 从国际局势到大国博弈,再到政坛内斗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全方位解析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留言和订阅 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快讯,局势瞬间升级,朝鲜疑似发射洲际弹道飞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31日消息指出 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飞弹 研判很可能是洲际弹道飞弹 根据韩联社报道,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发现朝鲜当天上午7时10分左右 从平壤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弹道飞弹 其可能为以高阳角发射的远端弹道飞弹 联合参谋本部指出 韩军已提升戒备态势级别 与美日相关部门密切共享朝鲜弹道导弹资讯的同时 也维持万全的警戒态势 韩联社指出 这是朝鲜今年以来首次发射洲际弹道飞弹 距离去年12月18日发射火星18型洲际飞弹已过10个月 这也是朝鲜即上月18日之后 时隔43天再次发射弹道飞弹 当时朝鲜发射了弹头重量达4.5吨的新型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柄4.5和巡异飞弹 中央社引述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上午8时40分左右公布 根据来自日本防卫省的资讯得知 朝鲜发射的这枚弹道飞弹 飞行一个小时多 已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 研判这枚弹道飞弹可能是利用比通常更高角度的高飞轨道发射 稍早韩国情报议员透露 美国大选前后 朝鲜计划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目前已经完成部署 都扛不住了 俄乌战争传来最新行动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讨论是否停止空袭彼此能源设施 相关谈判处于初步阶段 路透社报道 金融时报10月30引述包括几名乌克兰高阶官员的消息人士指称 基辅正在寻求恢复相关对话 乌俄两国今年8月曾在中东国家卡达沃旋下 针对这项议题接近达成协议 由于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后 攻击其能源基础设施 导致乌克兰的发电装置容量已有一大部分遭到摧毁或侵占 迫使乌克兰只能仰赖核电设施及从欧洲进口的能源 罗乌战争刚开始时 基辅并无强大的远程武器 但此后已研发出长城攻击型无人机 并利用这类武器击中深入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包括炼油厂 发电厂和军用机场 消息人士告诉金融时报 今年8月基辅部队攻进俄罗斯境内与乌克兰接壤的库斯克州后 两国关于停工能源设施的谈判便中断 报道引述一名听取过相关简报的乌克兰外交官说 关于可能重启任何协议 目前有非常初步的谈判 有关能源设施 不过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金融时报的报道时表示 现在有很多假新闻 甚至出现在声誉最佳的媒体 而报道所提之事与事实毫无关联 血雨腥风 习亲信李希动手 准备清洗蔡奇和王沪宁地盘 中共中纪委主导的新一轮中央巡视 将针对中宣部 中央统战部为首的中共意识形态和统战系统 中共官媒10月30日消息称 中共二十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名单 包括中宣部 中央统战部 中央网信办 中央台办 中央党校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人民日报社 求是杂志社 光明日报社 文化和旅游部 中共广播电视局 新华社 中央广电总台 国家文物局等34家单位 当天 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李希参加部署会并讲话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 中共内斗不止 自二十大席的亲信全面上位后 反腐这一清除一己的工具在李希手上 而针对高层的目标就是其他习家军成员 也包括习留用的王沪宁 赵乐际等人 中纪委新一轮巡视就是冲着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以及分管统战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今年10月23日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其自媒体节目中透露 习近平最警惕的是郑国级领导人栽培自己的亲信 所以他对李源潮 王岐山 赵乐际都采取了剪羽毛的方式 把他们身边的羽毛彻底剪除 习要使这些政治老人成为孤家寡人 不能在未来构成任何威胁 但对郑国级领导人本人基本上不会清算 只会严密监视他们 切断他们跟党政高官的联系 蔡慎坤说 10月21日落马的黑龙江省委 前宣传部长张笑莲 是栗战书当年在黑龙江非常重要的部下 中纪委书记李希正在清洗 一个个栗战书当年身边的人 据称 已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栗战书 虽有功于习近平 但仍被盯紧 他退休之后很多问题暴露出来 甚至摆到了习的案头 近两年 多名副国级或正国级大佬 包括在职和已退的 都出现被李希捡群编 清除党羽的迹象 今年9月28日 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曹新信被查 政论家陈破空指出 曹新信是原中组部长陈希的人 陈希是习近平的大学同学 去年4月卸任中组部部长 目前仍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最新要巡视的单位 包括中央党校 该校也由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分管 回应拜登垃圾言论 川普造势坐进垃圾车拍照 川普周日在纽约市举办造势活动 喜剧演员辛奇利夫 因为在演说时 善笑波多黎各式垃圾岛 引发波多黎各议社区怒火 然而拜登29日谈到此事时 也因为脱口说出川普支持者才是垃圾 同样引发争议 甚至被外媒评为对贺锦丽来说最糟的时机 为了讽刺拜登失言 川普30日在威斯康星周造势时 还特别坐进一辆让美国再次伟大垃圾车拍照 综合纽约邮报等美媒报道 身穿橘色反光背心的川普 坐进这辆装饰着自己竞选旗帜 贴纸的崭新垃圾车时 对外头的支持者问道 你觉得我的垃圾车怎么样 这辆卡车是为了纪念贺锦丽和拜登 随后照片就开始被川普竞选团队成员广泛分享 尽管白宫已经透过声明试图灭火 声称拜登的意思遭到误解 他说的垃圾是指周日在纽约造势集会上的歧视言论 而不是指所有共和党的支持者 贺锦丽也与拜登的誓言保持距离 强调不认同对任何候选人支持者的批评 但川普阵营显然正牢抓这一点 拜登周二在白宫举行的竞选电话会议上 提到川普造势会中 有演讲者称 波多黎各式漂浮垃圾岛仪式 批评川普根本不在乎拉丁裔群体 对拉丁裔的妖魔化既不合理 也缺乏美国精神 还补充道 我看到的唯一垃圾是他的支持者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的重磅内容是 今天我们将为您揭开一系列惊人的政治内幕 从美国白宫到中南海 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权力游戏正在上演 首先一个重磅炸弹在美国政台引爆 拜登竟然成为了十月惊奇的主角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贺锦丽如此急于偏亲关系 美国大选即将迎来惊天逆转吗 接着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 中南海内斗似乎已经公开化 政治局会议上出现的三个异常现象 也揭示了怎样的权力角逐 最后更令人震惊的是 中共召开了一场重磅会议 但现场却出现了几处令人费解的突兀之处 这些异常细节背后 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政治博弈 你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